這個算是一個很低成本的開發性客戶的一個資源 那其實貿易這邊也會幫我們稍微篩選過 因為他們會篩選包含一些買主的資料啊 甚至他們的一些意願啊 採供的內容 當然一定比我們去廣發email這個成效會比較高很多很多 因為畢竟你廣發email可能發幾萬封出去 也不一定有幾個feedback回來 其實我們也看不清楚客戶到底是不是有真的採購意願 買主透過像貿易比較偏向政府的一個 比較偏向政府這樣的機關 那他們會覺得我從透過政府機關來認證我們家公司 再透過在剛剛去談 這樣大約是一個三方的認證 他們會比較有覺得比較有信服力就對了 視訊通是外貿協會台灣經貿網 為全球買主及我業者所推出的專業採購媒格服務 提供臨時差零距離的商務洽談平台 選擇視訊通服務可以為企業有效節費 同時拓展業務 外貿協會除了透過全球的駐外單位 主動開發國外買主的採購商機 同時為了讓視訊會議順利進行 每位買主都有專屬的採購專員 提供產業諮詢與供應商推薦服務 並擔任洽談會主持人 串聯買主與廠商的採購洽談 突然間看到很多買主根本不知道我們公司 所以如果說有這樣的一個服務 其實對我們廠商來講是非常好 因為買主他畢竟就知道這樣子一個服務 因為你不可能說客戶馬上飛過來飛過去 或者是我們飛過去飛回來 這個成本太高了 對啊 那你還沒釐清客戶需求之前 你就要飛過去 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與其資料你不如先進個視訊會議 除了初期的小批量的訂單之外 到目前為止都還有維持大概少數啦 大概一兩K兩三K這樣的訂單 一個持續的這樣下訂 畢竟我們這下部性電池產品的話 周期也不長 生命周期也不長 大概出來一個新產品 大概一年到兩年 一年差不多就差不多要換一個產品了 就一直保著這個關係 跟客人一直保著這個關係 然後一直訪問產品給他們 大概兩三家左右 我的樣品基本上都已經寄出去了 那甚至有些公司 就是他們的有網站 那一開始我們的產品每在上面 已經把我們的產品 放入他們自己的一個公司的網站 像是做一個 Distributor的感覺 甚至有一些客戶 跟我們洽談之後 他願意來拜訪我們 而我們去歐洲拜訪的時候 也拜訪了他們 這樣也蠻多家的就對了 目前就是有一些業內的朋友啊 都有說 你怎麼有那麼多客人 那其實就是說 跟他們講說 你應該參加台灣這邊的冒險 他要辦很多活動 對啊 那就可以獲得很多的客人 那你捧摩的力道也比較大一點 誠信是網路貿易的重要議題 台灣經貿網視訊動服務 除了具備省時 節費 高效能等優點外 也透過經濟部與外貿協會駐外單位 查核外商背景 同時由外貿協會推薦優質供應商 如此為雙方建立互信的基礎 故推出本項服務以來 持續受到國內外廠商及買主的肯定 迄今以每核2645位買主 與台灣業者進行8622場次視訊洽談 每日瀏覽台灣經貿網採洽意 掌握最新買主採購動態 下載商機即時通APP 利用手機快速報名 定期更新台灣經貿網線上行路 提高買主審核獲選率 充分準備簡報自己 洽談後持續與買主保持聯繫 長期培養客戶 台灣經貿網 祝您成功